3月21日,台湾人气组和棒棒堂在香港屯闷市广场进行签唱会 2000多名围观者把整个商场挤得湿水蝎不通 各有女粉丝为霸得有力位置,清晨5点就来排队 这次来港不仅是六子第一次对新唱片进行宣传 也是第一次过复活节 六子说把第一次献给香港感到非常开心 好好地,每一天都是你及约 所有投的 COLibe都是我及约 我会感到越南现在跟你亲没感觉 第三次为了,内涨就来回!!! 這次是唱片宣傳 對 我們專輯之前12月28日在台灣發售的時候 那因為小巨蛋的關係 所以久久沒有來香港宣傳 所以這次呢 我們利用這次的時間來香港 就好好信心在我們哪裡怕專輯 就像我們都是宣傳的專輯 對 我們第一次過復活節 因為在台灣我們沒有過過復活節 所以今天是蠻開心的 對 復活的感覺 有啊 因為有很多香港的粉絲跟我們一起過 一起復活 對 一起復活 過節當然要有禮物了 爸媽堂各自也收到了不同的禮物 並有不同的希望 六子的美麗十分了得 現場尖叫之聲鎮耳欲聾 採訪也因粉絲的熱情發生中斷 收到的是鼓勁 應該是 應該提醒你 要那個鼓勁打你們吧 不是 沒有 因為其實我小巡人是一個吉他手 可是給我鼓勵應該是要 全方位 全方位 對 讓我手機感會發展 好 我的話是因為可以趕蛇 因為我怕蛇 所以鼻子呢 可以把那個蛇牽一秒 就可以把他趕走 好 我是耳罩 他要把你耳朵變小一點 這樣你出門就不會有人認識你了 不喔 說是很貼心 我的是風車 意外可能就是我的招牌 我的是禁止 就是平常私底下比較愛照鏡子 不過呢 當我一收到禮物 奧錢就還給我搶了 對 可以 我收到的是一個節拍器 他可能希望我節拍越來越好 嗯 太好了 太好了